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女王为什么这么喜欢去打墙,以及女王的寻敌机制 女王作为游戏中核心单位,在游戏中如果频繁的去打成墙 不仅浪费女王本身的输出时间,还有可能会与大部队脱节 会出现热盾在前面扛,女王没有及时跟进输出的现象 女王喜欢去打成墙,主要原因是女王射程的问题 五格的射程导致女王在锁定目标时就会以究竟原则去判断 射程的优势在这方面就是一把双刃剑了 那在14本的第一次更新中,大部分玩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官方是优化了女王的寻敌系统,改善了她的AI设置 比如她现在会优先往城墙缺口的方向移动 那我们今天来做个测试,看看这次女王的优化 对我们实战中的女王路线计算有哪些特性 首先为了测试的相对正确性,都采用了练习模式中 倒数第五关蓝胖女巫的遮上地图 测试分为了五个主要部分和三个额外部分 首先第一个是测试了女王自然行走路线和锁定目标 好,我们可以看到,女王在打掉渗水瓶后 优先锁定了下方的法师塔,并没有去攻击上方的加农炮 这是女王距离法师塔六个,女王需要开墙才能打到 以此为样本,第二个测试是,女王在打墙之前 先在上方的加农炮和防空火箭中间放置弹跳法术 但女王并没有理会,还是优先开墙锁定了下方的法师塔 第三个测试中,在女王已经锁定下方法师塔 打墙过程中,我们在同样的位置 上方的加农炮和防空火箭中间放置弹跳法术 我们可以看到,女王抽出了一下 那在我们以往的游戏经验中,这个动作是女王重置了锁定的目标 但是女王并没有去攻击上方的加农炮 而是继续在开墙,女王重置目标后依然锁定了下方的法师塔 第四个测试中,把弹跳法术的位置往女王方向偏移一格 以加农炮正中心为释放点 较之前的释放点往左下方向移一格 在女王打墙之前释放 我们可以看到,女王并没有再去锁定下方的法师塔 也没有去打墙,而是锁定了上方的加农炮 但是女王是跳过城墙贴着加农炮在打 以女王的射程是可以隔着城墙打到的 以此可以判断,事先改变女王的路径后 女王的行走路线和最远端的输出设置都是非常贵的 第五个测试中,弹跳法术和第四次保持不变 唯一的区别是在女王锁定下方法师塔 打墙过程中释放弹跳法术 我们可以看到,女王是改变了路径和锁定目标 和第四次一样,跳过城墙去攻击上方的加农炮 在三个额外测试中,第一次我们在女王正面释放弹跳法术 女王在重置目标后依然锁定了原有目标法师塔 第二次把弹跳法术往左下偏移 女王重置目标后攻击了改良的排气炮 第三次把弹跳法术再次往左下偏移 女王直接绕出去锁定了改良排气炮 当然突然冒出距离更近的电塔,也成了优先的目标 以五次主要测试和三次额外测试得出此次优化的结论是 一,女王的判断目标依旧是直线距离判断 并不会因为周围有城墙封锁而计算行走距离 二,女王不管在提前重置目标,还是在锁定目标后再次重置目标 锁定目标的范围都在十个距离内 三,如炸弹人,弹跳等一系列开墙手段 在距离女王的十个范围内都可以重置女王的锁定目标 甚至改变女王原先锁定的目标 四,女王在十个内没有维要目标时,依旧会开墙后锁定唯一目标 以上是女王优化后测试的一些内容 因为十四本之前没有做一些测试,所以无法精确比较 但一些以往的经验记忆证明,此次的优化并没有大规模的改动 只是稍微改变了一下女王直线距离寻敌判断的机制 在实战中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受影响 所以在女王的应用中可以和之前保持一致 并不需要做出太大的改变 以上是这期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见